大家好 歡迎收看正知道了 我是中年華 上個週末侯友宜很積極的往南部跑 為了彌補他跟中南部基層的疏離感 可是不去還好 去了之後發現侯友宜對南部真的不太熟 他連高雄市國民黨有哪些人要選立委他都搞不太清楚 就鬧了一個笑話 那當然他這一次去中南部呢 拜會這些朱立倫口中所謂的這個牛鬼蛇神 那他們是真心相待呢 還是逢場作戏呢 在這一趟南部之旅呢 其實包含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平中縣議會議長周典潤 甚至國民黨裡面很多人都告訴侯友宜 趕快去跟郭台銘整合 因為這個很重要 但是侯友宜的回答好像感覺興趣缺缺 好像沒有很積極想要跟郭台銘整合 好 那我不曉得侯友宜看到今天我們等一下節目中會秀三份民調 他看到之後不曉得心裡會不會有改變 認為跟郭台銘整合真的很重要 最近侯友宜跟以前不太一樣 他突然對於兩個議題積極的表態 第一個是我反對費死 第二件事情是他支持核電 那為什麼突然向來打模糊戰的侯友宜 這是突然表達的這麼明確 會不會是跟他最近民調開始下滑有關呢 那他是不是在操作所謂的反對民進黨 或是操作仇恨牌呢 侯友宜參選以來 一直在痛批所謂的黑金 可是他仍不在新北市 新北市又開槍 你知道新北市政府怎麼說嗎 那是在別的縣市談判 我們新北市只是比較倒楣 他在這裡開槍而已 不錯 這個答案我喜歡 以後所有的事件都可以這樣推 而且不只這樣子 在高雄的場合裡面 我們發現 因為侯友宜前一陣子也批評民進黨 你不要跟詐騙集團站在一起 可是跟侯友宜同桌吃飯的 有沒有因為詐騙案 掏空案而被起訴的人呢 所以侯友宜你是不是自己嘴巴講反黑金 又跟黑金站在一起 那更明確的證據是上週五在立法院表決的選罷法修正案的時候 有三十票是反對的 那我們來看三十票反對 都是哪些政黨 好 另外我們來看的就是 民進黨這是為了要擴大支持面 所以在立委的提名呢 採取了一個叫民主大聯盟的機制 可是人選提出來之後呢 有一些人選是得到掌聲 但是有些人選卻是泡聲融融 所以我們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這到底是人選的問題 還是溝通的問題 最後我們來看中國 中國對於介入台灣的選舉呢 向來是用盡了各種方法 所以賴清德說 中國想要透過台灣的媒體跟社群 來界定一個叫做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而且不只這樣子喔 他還邀請台灣的媒體到中國去參加所謂的座談會 準備要下指導期 而中國向來很炫耀的說 他的武力有多麼的強悍 可是卻被Google的衛星照拍到 他的福建號航空母艦 竟然在甲板上出現了大裂縫 而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直接向下說 我們美國的海軍是全世界最強的 中國如果敢對台灣動手 他在台海討不到便宜 好 真正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會有深入的討論 來為您介紹來賓 首先是無黨籍的立法委員林昌佐 林昌好 大家好 再來是作家苦林 林昌好 大家好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濤 主持人大家好 被告林濤 那資深的媒體人尚一夫 大家好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何博恩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還有民進黨新北市黨部市議員 陳乃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稍後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以及民進黨立委洪生翰 還有東海大學政治協教授沈友中 都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好 侯友宜 大家都知道 我記得雲林縣議會議長沈中榮講過 侯友宜在南部沒票 所以他也知道 他拼命的往南部跑 所以他星期六 星期天兩天 不停蹄在高雄 在屏東 他特別去拜訪了屏東縣議會的議長周典潤 以及前院長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週末在南部拜訪的情況 侯友宜下車 王金平親自迎接 高雄第二天侯王早餐會 茄子 菜風能 青菜 肉類一桌十多道小菜 吃完早餐 兩人密談約半小時 傳出侯友宜有意找王金平當競選主委 但被婉拒 王金平不想走上檯面 可以私下幫助 我們柯智恩女士來擔任這裡選區的主委 王朝順主委來擔任競選的總幹事 來到郭董的部分嗎 他一定會盡自己的努力 來讓郭董理解 侯王兩人互動頗熱絡 但侯友宜的下一站 拜訪屏東縣議長周典潤 可就有些尷尬 只有中常委周梦榮出面迎接 離開時也是柯智恩陪侯友宜走出來 周典論都沒現身在鏡頭前 但幾個禮拜前 來給你情意 來給你 不敢講 不敢講 郭台銘登台拜訪 周典論熱情迎接 大方給拍 手還握得很緊 兩人談完 周典論更帶著郭台銘到參會充聲量 對比侯友宜只能孤單地進出 周一長熱度差很大 而雙方談了一小時左右 除了針對立委提名簡單討論 大多閒聊 周典論是否心裡還有疙瘩 不想跟侯太早同框 引發聯想 侯友宜市長長期在北部發展 所以對中南部這些派系的朋友來講 相對不熟悉 既然開始起跑了 就三顧茅茹 四顧茅茹 今天特別來拜訪他 聽聽地方的師父 了解地方的聲音 得到議長成後的支持嗎 議長跟我們都會團結在一起 強調會團結 但從迎賓到送客 周典論都神隱 侯友宜能否順利整合 來迎本土派 看看畫面 新制度 侯友宜禮拜六去了高雄 禮拜天去了屏東 這兩天天氣很熱 辛苦了 不過剛好也曝露出他對南部真的不太熟 他先去跟王金平見面 坦承我跟侯友宜真的沒有太熟 侯友宜說我對高雄也不熟 兩個不熟的人 我們想要湊在一起這要幹什麼 他說我們很他跟王金平講 我們很尊重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國家是中華民國憲法 這讓我們國家能夠穩定下來 今天來看王院長 為什麼特別畫這一段呢 因為我在想說侯友宜到底是故意的 因為你知道王金平最氣的是什麼 就是馬英九不顧憲法 拿監聽報告要要開除他的黨籍 所以侯友宜去到南部 從某個角度來看 他承認他跟王金平對高雄不熟 我們也可以算鼓勵他的勇氣 可是這樣不尷尬嗎 我這樣講 這個王金平院長 他是人人好 那王金平院長 他有辦法在立法院 當了十幾年的院長 那在朝野的這個協商 不管是這個藍綠政黨 或者像過去親民黨新黨 甚至五黨籍 他都有辦法在議事 這個處理過程中 到最後能夠得出一個結論 你就知道 人多叫他公道北 不是沒道理的 但是你看他這麼會做人的一個 一個政治的老前輩 面對侯友宜去他那個現場拜訪 他出來跟大家講說 他其實跟侯友宜不太熟 對 他這其實就很客氣的 已經講出說 其實就沒聲音在討論 那條線其實很自然的畫出來 所以我說這個政壇的老將 真的就是老將後就是不一樣 他輕輕的帶過去 可是就讓大家知道說 他其實自己就沒聲音 就大家要求 就拜一個長面給大家看 我說真的 這個場面 當然就是做給媒體看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媒體不在的時候 談了哪些事情 例如說 假設這一趟下去 因為這個初選徵兆風波 已經過那麼久了 那總之下去找一趟 這個王院長總不可能說 入寶山空走而歸 總之至少說 是不是能夠擔任個 競選總部主委 還是有沒有辦法說 幫我郭台銘 郭董那邊 能夠有一個疏通的管道 但是我出來看 完全沒有類似這方面的一些 相關的訊息 或者如果我們當記者會想說 擺完場面之後 例如說我們像過去平面記者 我們就開始會去挖一些內幕 可是我看這兩天 也沒什麼內幕出來 所以顯見他們那場餐會 恐怕真的是平淡無奇 那第二個就是說 更誇張的是說 你就親自到屏東去拜訪 這個周典論 那周典論 你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過去這個郭董下去的時候 他郭董是沒有任何公子在身 郭董就是一屆的這個商人 他可以說是巨富首富 他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這沒有錯 可是周典論議長 是親自出門來迎接他 然後親自送他上車 過程中那個熱絡 他是很清楚刻意要讓民眾 讓媒體知道說 我自己很好 很麻煩 可是相對於侯市長 他這次去見這個周典論議長 我覺得周典論議長 他連基本的這個 這個門面都不太想擺出來 給這個侯友宜做面子 你看自己一個人 孤零零的在這個門口 裡面接受訪問 所以我其實看的是不捨 我站在新北市市民的立場 我是不捨 為什麼 我們的市長去到屏東 他為了要選總統 為了圓他的總統的美夢 他寧可放棄我們新北市 多重要的林口交流道 跟五股交流道的改建新建工程 他放棄了新北市市民 背棄了新北市市民 想要去南部 去鋪排他的總統大夢 結果還是碰了一鼻子灰 我站在新北市民的立場 我坦白講 我看的實在是 既難過又不捨 難過是替新北市民難過 不捨也是替新北市民不捨 但是遺憾的是說 一個信北市長何必做到這樣子 在新北市繞了一個 繞跑市長的一個名稱 到南部去又碰了一鼻子灰 所以我覺得追根究底 我覺得在於恐怕事先的 很多的安排跟誠意還不夠 所以讓王清平院長 跟郭台銘董事長 這部分的相關的 他們國民黨黨內整合 恐怕還是很難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剛剛博文講說入寶山不能空手而歸 郭台銘當然懂這個道理 不是 侯友宜 你看旁邊的人都幫忙拱 說立拱王進平擔任全國跟高雄市的禁總 王進平果然厲害 太極權很厲害 四兩波千斤 他說高雄柯智恩比較適合 因為他可以佈局選2026高雄市長 那全國禁總呢 他直接說要郭台銘好了 你叫侯友宜找郭台銘做全國禁總主任委 怎麼可能 記者也問到這個院長 你要不要幫這個郭台銘喬一下 化解心急 王進平說慢慢來 不急啦 不急啦 庫林你高雄人 你現在住高雄 你覺得老王是很真誠的嗎 還是說逢場作戲擺個場面 給他看一下 我覺得侯友宜在他漫長的警察生涯中 除了把別的小孩抱出來之外 我想他拆彈 他可能沒有訓練過拆彈的這個技術 因為他這樣南下去拆彈 實在是拆得非常失敗 你要拆的第一個彈是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至少跟郭台銘握手了 雖然說高雄人有這個角度 但是韓國瑜本來在高雄有活動的 就為了怕侯友宜學習小心 這樣殺到他那邊去跟他手握著手 他甩不開 韓國瑜乾脆就取消活動 就出國了 對 你可以知道這是多麼決決 我絕對不要沾到你就對了 所以這次拆彈第一個失敗 那已經很明顯 那韓本的動向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 那至於對州連論的話 那就更慘 因為為什麼州連論不出來接 為什麼州連論不出來送 為什麼這麼沒禮貌 我不要跟你同框 因為我一出來被你拍照 拍照 你看州連論支持 我還可以大作文章 我會給你拍到 甚至你進來 我有沒有在都不知道 現在 我坐一天就出來 就好看就能找我兒子而已 這是第二個失敗 所以你意思說州連論 有可能根本不在家 對 誰曉得 要不然照片拿出來一張來看 你侯友宇的人也可以拍 州連論的人也可以拍 都沒有 至於說王金平 那就更好玩 就是說其實侯友宇很慘 侯友宇到那邊去一個黨部的座談會 你知道他哥哥在高一 我問高一的朋友在高一教書 他說高一假動 真的假極動 老師學生都被鼓勵盡量說要去參加 這場座談會 當然沒有加五分 但是那個像譬如說 有一些比較有從事政治活動 尤其是比較國民黨的 就都一個一個通知說 一定要去這樣 要去捧場 另外就說 他說他晚上在岡山 我以為是像郭台銘 在鳳山造勢那樣 岡山大造勢這樣 那當然要造勢當然要靠王金平 所以王金平上次製造不在場證明 跑到臺北去跟人家吃飯 還拍照片說 這不是我 人不是我台 那可是這一次 他的這個岡山也只是董事長開獎 也是一個小場 換句話說 王金平如果真的有意思要支持他 我就幫你辦一場岡山造勢 比鳳山那一場更大 不就表示你的身世就起來了嗎 所以根本沒有 所以你從他的 他當然表面上他的禮貌 他是一定 他不會像周典論那麼沒禮貌 如果 如果比較下來說 可是王金平那種冷淡的樣子 拒絕你的職位 而且他講了兩句話很重要 他說 侯友宜 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什麼叫做很大的努力空間 你差很多啦 你差一點 所以我們我們讀者 我們寫作為喜歡去解釋那個語意 你看他講 你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所以我覺得從這些來看 侯友宜這次拆彈真的是煞雨而歸 一顆彈都沒有拆到 而且這一彈還在南部熱 這個炙熱的溫度下繼續燃燒 不然當時還會放起來 好 那他應該是有見到周典論 因為周典論也接受記者訪問 周典論怎麼講 他說在會談中警告 他說國民黨最高智能團想辦法思考 怎麼因應郭柯配 周典論腦袋是清醒的 希望侯友宜主動跟烘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溝通 沒有團結 沒有辦法贏 侯郭如果要團結 最起碼郭要釋懷 王金平說你找郭台銘來當全國進總的主委 也是希望郭柯和 周典論也警告他郭柯 這個郭台銘可能會造成他影響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的民調資料 其實有一份也是這樣 義父你你對國民黨最瞭解 侯友宜這樣搞定南部了嗎 牛鬼蛇神都搞定了 搞定了沒有 我覺得一件事 我常講一件事 搞定是搞定了 但是最後關鍵問題是我挺中年話 你隨便 這樣就好了 就是假設林透是你的條阿咖 對啊 你挺我 但是你倒是你的條阿咖 你隨便 他私底下就你隨便去吧 我覺得一件事 他就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要出多少利益的問題 不是不是搞定沒搞定 王跟周會出多少利 王跟周會出多少利 你問這個問題實在是有點毒 王會出多少利 看猴怎麼去拜託王 你剛剛看到的是說 旁邊一堆人在拱 重點不是旁邊一堆人在拱 是侯友宜友沒有開口才是問題 你旁邊那個老政治的 我們一堆人在那邊拱拱拱 結果你當事人都沒開口 那我請問你我該怎麼回答 我接了 結果他又沒找我 我接什麼 我接什麼 大家在起哄裡面又談到郭的問題等等的問題 就順勢就說 郭當主任委員嘛 順勢的 那我所知道是挺猴的那一邊是一直希望王金民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王金民跟張榮衛 王金民跟中南部裡面派系的關係 那這一些派系你都可以看得出來當初初選的時候站在誰那一邊 大概都跟郭是站在一起的嘛 所以挺猴的裡面一批人是希望王金民扮演一些角色啦 但是這個角色 有人是希望主任委員 那有人是說主任委員還是保留一點給侯友宜選擇空間 就是說可能就說想要推一個是不是接榮譽主任委員可虛可實嘛 可虛可實的位置 所以現階段就是你侯要王幫忙 那就很簡單再多去幾次嘛 你要開口啊 你不開口人家怎麼回應嘛 但是問題是這是旁邊人在拱 那當然你看到週點論週點論不出來 當然他心裡面還是對那個 我相信牛鬼蛇神一定有些不舒服 我相信他也跟侯友宜有抱怨這個 說什麼牛鬼蛇神 但是這一句話其實其實說實在話啦 那是黃建廷講的啦 不是朱立倫講的 不管如何啦 但你形容你還是黨的秘書長 你形容一個牛鬼蛇神 當然他心裡當然多多少少都不舒服嘛 你看他女兒出來一見 你不要忘記他女兒是那時候六七個中常委 跟郭台銘吃飯的其中一個嘛 也是算是蠻挺郭的人嘛 你說週點論下去 沒有出來接 沒有出來送 當然裡面還是多多少少心意 不愉快 還是有點氣就對了 對啊 不愉快嘛 但是我覺得最終大概都會回來支持侯友宜 但支持我們就說 就我剛才講的嘛 我支持陳東豪 林陶你隨便啦 或是就就就說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比如說我真的要支持陳東豪 不會 停喔 林陶 停喔 所以最終的問題是出多少例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挺不挺你的問題 出多少例 侯友宜自己承認說 他對高雄不熟嘛 他真的不熟 因為他連國民黨高雄誰要選立委 他都不知道 好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你會不會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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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人會不會選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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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高雄市黨部幫後 有一半的算是一個團結造勢活動 正常來講 大概各政黨都這樣操作了 因為總統候選人一定有記者在嘛 那我們這個選區要選立委的人 就站在後面 而且如果人太多 大家要卡一下 我也看誰卡在最邊邊 最容易被拍到 就侯友宜要聯訪的時候 他就講說 欸 有沒有 東張西望看 有沒有人要選立委啊 我問了第一次沒有人出來 還說等一下等一下 有立委要選的嗎 結果這時候李梅貞就很尷尬地走出來 李梅貞為什麼尷尬呢 因為他雖然贏了左男的初選 但是還沒有確定提名 所以他也搞不清楚他有沒有要選 欸 所以林透 你們侯友宜跟高雄真的不熟 其實我覺得 因為過去侯市長 他跟國民黨 就是傳統的一些地方的重要的要角 其實互動確實比較少 所以藉由這一次 其實是要增加互動 去補這個學分 那我覺得兩件事情的資訊要補充 就是現場那個侯市長去跟王院長啊 柯智恩等等 其實不是有一個桌嗎 然後大家來聊天 然後希望爭取知識啊 其實我們得知的訊息是現場 其實沒有邀請任何人當主任委員 也沒有王院長就是說 那不然你去邀這個郭台銘 董事長當競選主任委員 應該是沒有這個訊息 就現場在桌上 至少可能是私下或講話 可是在桌上是沒有這個訊息出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要要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邀請 等一下 這不是三立的報導 TVBS報導 所以TVBS現在也是側翼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有可能是有些人希望往這個方向走 後來去做這個傳述嘛 那我覺得 其實你要邀這個全國競選主任委員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這其實要更低的姿態 更高的場面來邀請 我覺得會比較好 而且大家怎麼可能都沒有談好 現場在桌上就直接邀請 我認為不太可能 那第二件事情 我認為就是說 在講說周典論也好 或是說周議長也好 謝議長也好 這是什麼牛鬼蛇神 我在這邊要再次澄清 黨中絕對沒有說這些人是牛鬼蛇神 為什麼 周典論議長 謝典的議長 這都是朱主席的好朋友 每一年都會到這個屏東 都會去見面 都會去喝茶聊天 希望爭取支持的好朋友 怎麼會去牛鬼蛇神 這句話誰講 沒有 我補充一下 你記不記得 只有兩個議長支持朱立倫選總統 一個就是周典論 一個就是沈中榮 所以你想一下 聽到牛鬼蛇神 你說周典論會不會很火大 對 所以這是好朋友 怎麼可能會去講周典論 牛鬼蛇神 那你覺得這句話誰講 所以這個中間 剛剛上一副講說是黃建廷講的 中間的傳譯過程 很多都已經現在已經要黃元那個已經很難 我們之前問明濤說誰是牛鬼蛇神 問他說黃黃錦是不是 他說不是 我說那我們大家是嗎 他說也不是 反正看得到的都不是 我說真的 其實現場 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一下 其實侯市長去見周典論之前 其實朱主席是有幫他鋪路 他是有打給他的好朋友 周典論議長就說 侯市長就要去跟你拜託 你就帶屏東 帶回鄉庭的人 去他去給他拜訪 所以其實在侯市長去之前 朱主席是有出手的 那說真的 周典論是屬牛還是屬神 說真的 在這個侯跟這個周典論議長見完面之後 周 周議長也馬上答案主席 就說明他們整個的一個流程 說明他整個給侯的建議 這都是事實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侯市長他他去到中南部 去跟這些原本的國民黨要腳 或縣市議長 這都是好事 可是我說真的 就像剛才講 上公講的 你去補課 可是要拿到學分 才算數 當然 說真的 朱立倫如果沒打電話 周典論根本不見他 那這學分怎麼算數 你覺得這學分有沒有拿到 我認為學分有沒有拿到要看一個重點 因為大家記得在初選的時候 就是前面初選的時候 不是這個 周典論議長在屏東辦了一個大場的嗎 那這個台中也辦一場大造勢是 謝典林議長來做動員的嗎 那接下來這些造勢 這兩個關鍵的議長 能不能動員出相當的同樣的規格跟人數 我覺得這就是學分有沒有取得一個重要的 那林桃我問你 你當過幕僚嘛 對不對 假設今天 你剛剛那個畫面你有看到嗎 侯友宜去之前 如果你是幕僚 你會不會先告訴他說 等一下 媒體聯訪的時候 有哪一些立委候選人要站在你後面 那你稍微等一下 不要賣一都上 你就講稍微緩一下 等他們就定位之後再講話 你會不會做這樣的安排 我們一定會充分的讓他知道現場的 那為什麼昨天是那個狀況 那我覺得好像是還在 就是說他的團隊還在熟悉地方 就是開始進入那個選舉的姿態 我覺得還是要趕快把這個熱度拉高 什麼時候會學會 而且我還是要重點 我提醒一下侯友宜是立委提名小組 我覺得還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桑宜副你這張大棟 其實我覺得任何的細節 你當然可以放大來做檢驗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是要回到一個 一個重點 就是候選人他本身的姿態放到哪裡 可是你的姿態很高 你說要謝點 對不起 你說要謝點 你要辦一場一樣的大的造勢 要做連任辦一場一樣的大的造勢 這是喜聞風 如果你的你的候選人本身的姿態夠低 我認為大家都會相應的來幫忙 這是差很多的 可是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為什麼為什麼後面那個李梅貞 不曉得該不該站上來 這樣我覺得我很同情你 梅貞他很糗 不會啦 我覺得這過程中小細節大家不會去care 重點是用整個大方向 到底有沒有好好的整合好 這才是能不能把支持度在中南部拉高的關鍵 剛剛上一夫那個真的果然是僵是老的辣 他直接一句話說 侯友宜是立委提名小組的其中一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除非你開會都在睡覺 要不然你怎麼可能不知道高雄有誰 上一夫這樣我沒有超議啦 沒有 你的解釋要灌到我頭上 也就是說上一夫的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知道嘛 所以可見他真的跟高雄很不熟 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剛剛討論到就是說侯友宜到南部去當然想整合黨內團結 可是所有的人包含王金平包含周點論都提醒他說 整合郭董很重要 不只這樣連中國媒體都很關心 你看這個中平社 中國評論他裡面特別提到 他說這一次二零二四如果不僅是郭柯和而是郭柯配對國民黨殺傷力之大影響範圍之廣 大概已經可以想像 所以呢 當周點論提出這樣的事情 國民黨跟侯友宜可能真的要想方設法避免這狀況發生 以及真正發生後該如何回應 郭台銘可能有些黨內的人認為說這個郭董將來聲量一定會往下掉 可是你看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郭台銘從五月十七號之後沒有發過臉書也沒有公開講話 他昨天發了一個臉書 他說我們上一代創業的人最想做的事就是帶給年輕人新的希望 給青年創業家更大的格局 這是最想做的事 你看後面的留言 有郭董加油等等 但是你看全民連署徵召 郭台銘獨立參選總統 讓臺灣人民百姓 票選這個政任 證明郭台銘中華民國總統領導臺灣 救臺灣百姓蒼生 這什麼支持者沒有散 所以這個Freddy你怎麼看 郭台銘這個現象大家都提醒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感覺好像沒意沒意不太想做 這個我要先講一下就是王金平說跟他不太熟 這個真的是跟我們認識的王金平不太一樣 因為他算是很會這個運籌這些人際關係 因為我要跟你說一個 真的不太熟 對因為我自己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比我跟他不熟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個遠親 剛好跟他是朋友 你第一屆進立法院的時候他已經不是院長 第一屆已經不是了 所以就某一天在我們那個出訪的時候的咖啡廳 坐下來就剛好我就跟他開始聊天 就講到那個遠親這樣 聊天聊 想說聊半個鐘頭就聊了兩個鐘頭 我就在那邊講他們今天是 我這個晚輩 然後大家也知道我對國民黨是很有意見的啊 那我怎麼可能跟他會熟呢 結果還跟我聊了兩個鐘頭 離開之後 他見到那一些其他的台銷 他介紹我的時候 像是真的是親人家人這樣啊 所以那天院長跟你的熟悉的程度 遠勝於偶友 可能遠勝於偶友 他說我自己 他說我自己人 自己人 他介紹那個台銷的時候 因為他在國間山 台灣人很多 然後尤其那邊的那個 這個老銷跟台銷的那個分辨是很大的 所以不挺我們的那個臉就是直接就是很臭的 對對對 王院長直接就說這自己人怎麼樣 這個怎麼我當然跟他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今天看完這一這一這一出以後 我覺得可能我真的比侯友宜還跟他熟 我從這個以後 要不然我對國民黨那麼有意見 怎麼有可能 侯友宜什麼時候 有一段時間跟王金平互動 就是周習偉當台北縣 縣長的時候 升了那個警察幾個官 自己升的時候 侯友宜找王金平去幫忙 去勸那個周習偉 那時候他是警政叔叔 那段時間有一些互動而已 所以老實說王金平這個人他不會 他為了要這個運籌這些人際關係 他的熟不熟有他的意義 所以我也覺得他怎麼會去講 他們自己黨內的這一位 現在已經是總統候選人的這個人 總統參選人的這個人 說他不熟我覺得是很奇怪 另外就是不管是王金平或是周點論 都提出郭台銘 這就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你先處理這一個 之前已經團結過這一些 其他的人的人 你先處理他 再來處理其他人 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侯友宜不這樣做 大家可以想看看 如果要做的話 最簡單當然是先處理頭 如果我們想我 我自己在雙擊的時候 一開始2016的時候 在地也有很多 那時候民進黨是用整合的來支持我 我是不動 那時候又是時代力量 所以一定黨內會有別的意見 對 沒錯 我那個時候當然也是要去找那個頭 來想說 馬上就要找這一個派系的頭人 跟他拜託 一定要支持 我們要團結才會贏 怎麼樣怎麼樣 會決定不要這樣做 我想來想去 我覺得這有一個原因 他看郭董就沒有了 他就是覺得你算什麼 台灣首富 對 他一定覺得 我不管你 我把其他你之前去整合這些人 也整合起來 證明你沒有用 這樣子我靠我自己的這個 不管是總統參選人的威嚴 或是我是新北市市長 我去證明給你說 你的前面的那些虛晃幾招 都是假的 我把這些都整合起來以後 最後要整合你 團結你都不重要了 都不用再跟我說 去整合郭台銘說怎麼樣 這個人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要評估清楚 就像我當初2016 或是中間有雜音的時候 我別人被算了 我要想清楚 我要去把他旁邊的條阿咖整合 還是直接找他 我怎麼想我都嘛 是為了尊重他 為了要支持他 為了讓他相信 我是發自內心的 我知道你才是他們的大哥 所以我一定先找你 我不能自己在那邊算說 我看你很不好 你有什麼 你不好 我先來去整合那些 想不到你就會知道 你不好 我幹嘛要這樣 我當然要處理你最快 因為如果最後證明你的確 是大哥的時候 時間一拖 對方不會一看 就知道說你原來就是看不起我 你居然不是一等到整合完 一等到這個徵招完 就先找我 你先處理其他人 然後才發現 處理其他人沒有用 才要回來找我 這個時候 我是不是更大 這個時候 我就更不會跟你整合阿 而且這一段期間 我難道不會去跟別人談嗎 我要不要跟柯文哲談 我要不要跟其他的派系談 所以你越浪費時間 時間是站在郭台銘那一邊 不會站在你這一邊 你現在這一步一走走錯 走到每個地方 大家都說郭台銘的時候 你再回去找郭台銘 他的身價又更高了 怎麼會有人這樣想 我就不懂 除非你真的看他沒有 第二個就是你看他講 媒體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跟郭董見面 對他說要實現郭董的理想 最重要 有誰知道郭董的理想是什麼 和平清廉連結 對啊 他那個理想要怎麼實現 這三十天 我本來以為這三十天 他真的在講理念 結果不是這三十天 他在整合地方派系嘛 所以他的理想是整合地方派系嗎 一定不是嘛 所以你不去跟他見面 你怎麼知道他的理想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一整塊都證明 其實他看郭台銘很沒有 看郭台銘很沒有 所以東豪我請問你 這個你跑政治新聞也很久了 記者去問說 你要不要跟郭董公開見面握手 正常政治人物大概一定會這樣回答 我很希望趕快跟郭董見面 我會努力來聯繫 就他說 不管有沒有見面 都是心連心在一起 最重要是把郭董的想法跟理想一一落實 這才是最重要 這個有答案 這好像我老婆在問我 怎麼都不回家 我說我不管有沒有回家 我的心都在家裡 這個回答是不想見面的意思嗎 因為他沒辦法回答 沒辦法回答 要講這個東西之前 我直接用一個故事 國民黨的故事 吳敦義曾經當過高雄市長官派的 他到高雄的時候要尋求在地的支持 其實最關鍵的是那時候的老議長陳田毛 他第一次去找陳田毛的時候 陳田毛不在家沒有見他 關鍵是什麼 當年的吳敦義有沒有做新聞 就是說官派市長 去看老議長 議長不在 我有拿出來做新聞嗎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吳敦義是到第五次 陳田毛終於被感動 在門口接他 為什麼那個時候陳田毛老議長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李登輝那時候總統 你是官派一個市長 地方覺得不尊重 不是對你吳敦義有意見 吳敦義很聰明 沒有拿出來做新聞 點點了去 你回來看吳敦義現在在處理事情 我也不想批評什麼 光是說 其實今天王敬明是很給他面子 因為蕭翰俊跟陸淑美都待在旁邊 對 這兩個算 然後在我的老家辦到 為什麼說吳敦義處理事情沒有優勞 因為電視拍出來的是 吳敦義站起來拿麥克風 租人是誰 你是客人 蕭翰俊是人 這個時候 就要對王金平 不一定是請他講話 就是你要做一個很溫暖的動作 王金平的人脈只是陸淑美跟蕭翰俊嗎 上一幅最清楚 王金平厲害厲害在什麼地方 藍綠選那麼多次 如果是那種47對47的時候 王金平有辦法幫國民黨的人 多加一趴兩趴 一趴兩趴在絕對的距離裡面 用處不大 插一口開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就是他輸贏了 蕭翰俊懂嗎 蕭翰俊不懂 但是王金平是一個老於事故的人 所以你看到他接送 蕭翰俊要離開坐在車子裡面 他會送到門口 剛剛看了那個畫面 下面是接周典論 周典論就告訴你 我有開了 我心裡還有一口開了 所以我讓你來 可是這讓女兒在門口接 在門口送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其實上一夫是不願意把後語講得太那個 因為這就涉及到你的幕僚作業 既然周典論議長願意讓你來 中間一定有人聚見聯繫 對 既然周典要怎麼有 繞來繞去 你知道說從這兩個人裡面 共同一個話題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到現在為止 這個問題還不能解決 看起來後語也不想解決啊 我覺得後語也沒那麼笨 就是你遇到這個障礙的時候 你解決不了啦 想白的就是解決不了啦 沒有能力 可是不是只有一個郭台銘欸 郭台銘都有辦法跟韓國瑜合照 侯友宜跟韓國瑜合照有沒有 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對當年韓粉的事情 有沒有一句話 一句話就好 你在看這個過程中 我一直覺得侯友宜在浪費時間 他把時間浪費在很多 就是說你做的事情就是不到位 我現在講的都還沒有講到國政 就是台灣的未來 你要怎麼領導 我都還不談這些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基本的 在社會上的待人處事 黃金銘做得多油路呢 跟你不熟 但是我還是會把這些該做的做出來 這是社會書嘛 侯友宜 我真的不曉得侯友宜後面會怎麼辦 就是說一個總統候選人 在社會 而且當警察那麼久的人 在社會上打滾那麼久的人 因為侯友宜當公務員那麼久 在官場那麼久 他怎麼會不懂這些 怎麼會你會繞不過去這些 這些這些都不是個很大的坎 光是王金銘就好 早在在他陸主老家安排這場參會之前 你私底下本來就應該去拜會黃金銘 你跟黃金銘沒有兩個人坐下來 聊個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你怎麼會懂王金銘的價值在哪裡 我不是講王明晴萬能 我不是講王金銘萬能 我不是講這個意思 就是你跟黃金銘之間離婚 你沒有坐下來就是兩個人 或者就是再加一個朋友三個人這樣子 好好聊 你怎麼敢信任王金銘 今天王金銘是做個面子給你侯友宜 因為你是黨提名的候選人 剩下的咧 剩下的咧 就看熱鬧了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講侯友宜 就是說我就是看著他把時間一直一直就流失掉了 然後然後他會改變什麼 他對這個國家的未來 他對所有事情都是都是一半一半 就是做一半 都做一半講一半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 他怎麼團結 好那我們再來看這個侯友宜 除了自己有問題之外 邱毅邱毅 邱毅雖然我個人對他很多爆料是不太認同 不過我覺得他最近講的真有道理 他說國民黨有四個豬隊友 第一個豬隊友就黃建廷 這剛剛已經被尚一夫罵過了 我沒有罵過 我只說 你有鬼神神是他說 事後證明黃建廷騙了郭台銘 他講的那個過程 第二個豬隊友是林維洲 因為他說呢 郭台銘拒絕侯郭配之後 林維洲說你就讓侯友宜當部分區第一名當立法院長 第三個豬隊友是文傳會 國民黨文傳會 尤其發言人系統 他說年輕人評價新北市長侯友宜像路人 這原本是貶義侯友宜說他冷漠無情 沒有溫度不討人喜歡 但國民黨就把他美化成是有親和力 第四個這個在罵林濤 第四個豬隊友是朱立倫嫡系 為了捍衛侯友宜盡睜眼說瞎話 宣稱朱立倫沒說過中南部牛鬼蛇神 這不是林濤上一段講的嗎 朱立倫則是郭台銘的公關公司 常常故意挑撥離間 這些人才是牛鬼蛇神 這種低級謊言 郭台銘當然不可能性 而那些被引設為牛鬼蛇神的議長們 也被激怒的郭台銘 也像更像被向郭台銘聚籠 反諸侯的呼聲越來越強淚 秋衣講的是不是 我們現在看到事情就這樣 所以那個乃瑜你怎麼看 這一趟看起來侯友宜沒有達到整合目的 而且好像又更加得罪了支持郭台銘的人 我覺得還更加得罪了郭台銘 我覺得侯市長在這個市政上面的這個政績上面 可能很多都是用騙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國民黨裡面的這個權力鬥爭還蠻誠實的 這個直接不演了 從這個五月十七號到現在就是沒找郭台銘 他就是不找 為什麼他就是不找呢 因為他就覺得說我現在就是被提名 這個反觀來說 對這個郭台銘 郭董事長 畢竟也是我們的首富 還有這個郭台銘董事長的這些支持者來說 其實是非常虐心的 我們大家這個這些支持者 他們還是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 那他們當然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這個侯友宜或者是跟郭台銘 或者是跟這個韓國瑜有一個這個手拉手的畫面 或許這是他們的期待 但是侯友宜不做就是不做 如果說今天就是像剛剛東豪哥講的 如果今天到最後到了這個六月七月 甚至八月九月的時候 再來找郭台銘的時候 郭台銘還要跟你整合嗎 或者是傷害到了這些國民黨的支持者的這些 這個情感上面 他們還要再跟你整合 還要再相信你這個侯友宜 或者是還要再相信國民黨嗎 如果說今天這個郭台銘還這個郭董事長 還願意要跟這個國民黨來這個互動整合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個不痛嗎 另外我覺得剛剛有一個畫面也更有趣了 我們現場剛好今天來賓很多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我也是媒體人出身 然後當然現場也有幾個就參有參選過的選將 如果說我不要說主委好了 這個賀博文主委 假設假設今天這個民進黨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要去淡水 要去淡水 你是不是一定會站在他旁邊 緊緊的跟著他 他受訪的時候一定卡在他旁邊 不管他有沒有邀請你 馬上擠到他旁邊 有沒有一定 那今天這個侯友宜他去高雄的時候 沒有人要跟 不知道是有邀請還是沒邀請 不管或者是說有沒有安排 但是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已經不是這個國民黨心目中的 這個最強母雞了 大家就是避之唯恐不及 就是看到他要來先先 有沒有這個李梅真還這樣一個箭步這樣一個 move閃過 有沒有 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那個畫面對不對 我說真的 那甚至就是說 如果說他今天都已經到高雄 就是如果我選舉的時候 我也是趕快有曝光的時候 趕快去當一個背後靈對不對 那甚至如果我還有背板的話 我手舉牌趕快拿一個手舉牌陳乃余有沒有 但是真的你就可以看到旁邊人很空 那只有看到柯智恩一個人 就是真的只有這樣 所以他的這個侯友宜 他的這個目前可以看到他在這個選舉的佈局上面 我真的覺得這個侯友宜的幕僚 甚至他可能要找個公關公司來處理一下 他也有很大的危機喔 好 我也想補充一下 跟他乃余講 就是其實不只是候選人 會自己想去站在母雞的旁邊嗎 對 其實包括你的府選幹部 黨部的這些幹部 黨工們等等 都會一直想辦法把你趕快往前推 因為有時候旁邊會有閒雜人等等 也都想站在他旁邊 怎麼有可能說你自己這個不理他的話 就不會有人推你 如果李梅貞自己覺得這個母雞是不是有問題 旁邊也應該會有第一個侯友宜自己的黨工 挺侯友宜的人 或是高雄當地的這一些 那是高雄市黨部的場 對 或是這些高雄市黨工的這些人 你自己個人有意見 旁邊的人會覺得說母雞在那邊 你在幹嘛 趕快把它塞過去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空出來 可是李梅貞會想說 連韓國瑜都不見你 我幹嘛要站你旁邊 他是刻意一個劍步 這樣一個move 他是這樣子 一個move 然後趕快 感覺很熟練 對 感覺他是一個move 趕快退到 飛到到後面 就跟那個侯友宜 你在中場會閃那個圓花肯是一樣的招式 林柏惟 沒有 他是去他正後方 比較可以上鏡頭 就是李梅貞他是去左 因為你太寬 你站旁邊兩邊進不了畫面 他是被cue來的 就是一開始他是慢慢的就是這樣飛 本來在下面還蠻安心的 不關他的事 林柏惟你要不要回應邱惟的話 邱惟在罵你 不是嘛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這一齣戲 就很明顯嘛 郭董事長在五月十七號 中常會提名前一個小時 就說他全力支持侯友宜了嘛 所以代表就是說 這個做教的人下來了 可是這些抬教的人 在這邊鬧嘛 嘗到天頭不願意下來了 這些就是牛鬼蛇神 小心 你這樣子又給侯友宜的整合 加了一道火 不是 如果這些旁邊在鬧的這些人 我們必須 我們沒有辦法去跟這些人宣戰的話 這些人也不會是侯市長加分的關鍵 因為這些人就是來亂的嘛 不過你確定嗎 你要跟謝典玲開戰嗎 確定嗎 因為謝典玲 我剛才講到嘛 謝典玲議長 周典論議長 這本來是我們的支持 最支持我們的議長 也不是所謂牛鬼蛇神 就是說這些旁邊的 抬教的人 故意要把這些議長跟牛鬼蛇神 搭在一起就是製造紛亂嘛 你是說 我沒有說牛鬼蛇神 我是說抬教 你看謝典玲 還是希望郭董朱在選 我說的不是牛鬼蛇神 有一些公關公司啦 好 那個 這些抬教的公關公司啦 製作人 今天我們那個推播 就把林涛那一段話 這些人就是來亂的一直重播 好 我們先見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